擂台上的坚一虽然被叶祥结结实实地打中了 但是因为他穿着锁子甲 所以并没有受到很重的伤害 可如今坚一却主动将锁子甲脱掉了 这唯一的保护屏障他也要舍弃 是真的不想活了吗 坚一告诉叶祥 他之所以脱掉锁子甲 是因为想尽可能地减轻身体重量 这样才能更好地攻击敌人 但叶祥却十分自信地表示 只要坚一还保持在地上爬行的高度 就不可能打到自己 听到叶祥嚣张的话 坚一并没有退缩 坚一的防守架势 看来是要与叶祥打个你死我活了 这一幕还真有点让叶祥赞叹了 看来你没有失智啊 只不过在叶祥的眼中 坚一这些做法都是毫无意义的 因为他的师父 正是号称人月全身的本香精 是空手道界的第一把交椅 既然自己是他的徒弟 空手道的技能自然也不在话下 他一边说 一边快速出招攻向坚一 由于动作太快 叶祥的一双手 似乎打出了牵手观音的效果 拳风掌影将坚一团团 坚一一边拼命防住叶祥的攻击 一边反驳道 空手道界最强的男人名叫逆鬼秩序 这个人就是我的师父 叶祥看着坚一尽全力防守的样子 多少有点出乎意料 坚一竟然能完全避开自己的重拳 看样子坚一现在是将所有的力量 都集中在防守的招数之上了 但虽然你能躲过这一次攻击 那下一次的攻击又要如何应对呢 叶祥一边笑一边再次出招 灵力的攻击夹杂着拳风向坚一袭来 这次的攻击明显比刚才更加猛烈 坚一依旧紧咬牙关拼命防御 但最终还是被打得吐血飞开了 叶祥有点意外 因为坚一虽然接下了他的两招 却还是避开了致命攻击 坚一站定后咬牙告诉叶祥 自己曾经问过师父 空手道的精髓是什么 逆鬼师父告诉他是防御 揍人每个人都会 但是防御却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得来 空手道从来就不是杀人的武术 而是自卫的技能 这结果因此还让自己有点开心 可因为记性太差 自己就时常默默地在深夜里 苦练这项防御技能 坚一知道 其实逆鬼师父一直在暗中看着他 所以这项回转防御技 是坚一学到的最扎实的技巧之一 也是坚一最真实的宝物 听到坚一的话 叶祥十分不屑 你个笨蛋 他只是不想你记错出招方式 暗中监视你罢了 你就少在这里炫耀自己的无能了 叶祥随即一脚狠狠踢向坚一面门 梅宇在旁边惊呼出声 他想提醒坚一已经来不及了 不过坚一防御的技巧确实炉火纯青 他使用护手格挡稳护住头部 叶祥的脚只擦到了坚一的肩膀边缘 这一招是泰拳中的基本动作 坚一整天被阿帕查从早做到晚 要是不熟练地掌握各种防御技巧 那他坟头的草都得长得好高了 阿帕查曾再三叮入坚一 防御最重要的就是锁紧肩膀 不用肩膀防御脖颈的话 就很容易死掉 坚一刚才就是用这招防住了叶祥的脚 可他自己也大头朝下摔在擂台上 叶祥于是有点兴奋了 但在头颈要着地的瞬间 坚一立即使出了背部瘦身 化解了落地带来的冲击 自从进入梁山坡以后 师父们说的最多的话 就是坚一能力平平无奇 唯有瘦身具备黑带级别的水准 毕竟已经使用过六万多次了 叶祥嗤之以鼻 那些话就是师父们嘲讽你的 你听不出来吗 坚一表示 梁山坡的师父们从来不嘲讽 他们都是直接说我没能耐的 不过也正是这种直来直去的说话方式 坚一才能忍受住那极尽魔人灵魂的修行 坚一一边说着 一边使出双缠手打向叶祥的胸口 叶祥仿佛没料到坚一居然还能攻击 条件反射的双手一个交错 就把坚一甩了出去 坚一就直接姿势扭曲地摔在地上不动了 叶祥长出了一口气 他早就不爽坚一一直唧唧歪歪了 他奸细 只有强者才能在武术之路上走下去 坚一这种本来没啥能耐 还想攀登武术高峰的人 等待着他的只有早死 叶祥真心觉得 坚一的那群师父应该先教他这个道理才对 他随后就告诉梅宇 现在一切已经结束了 你还打算相信这个一点用也没有的家伙吗 梅宇脸上没有一丝沮丧的神情 他微笑着告诉叶祥自己当然相信 就在这时候 叶祥感觉到自己身旁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危险气息 他一回头 果然发现坚一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从地上爬起来了 果然是只有在挨打的方面 坚一的才能不输给任何人呢 坚一使出山突 猛攻向叶祥的上半身 叶祥吓了一跳 赶紧后跳躲避 可还是稍微晚了一点 被坚一的拳头擦到了并边 坚一大受鼓舞 虽然只是擦过 但自己毕竟还是打中叶祥了 这一拳给坚一和梅宇带来的是鼓舞 可对于叶祥来说 却是莫大的耻辱 他以前只打算一拳就把坚一送去领盒饭 但现在他已经改变了主意 他打算要一点点虐待坚一致死 不过坚一完全不在乎叶祥的威胁 虽然这一次拳头只是擦鞭 下一次 他一定要完完全全地击中叶祥 此时整个死豆岛已经陷入一片混乱 时雨淡定地引领着后面那一群孩子撤离 新白联合的成员们脱家带口 抬着担架 举着输液管跑得十分艰难 他们真的能安全地撤离死豆岛吗 这时候 一个戴着眼镜的神秘壮憾站在墙头上 他兴奋地看着下面逃跑的新白联合 正是福特纳先生本尊 在之前的战斗中 他早就盯上了新白联合的几员猛将 打算将他们抢到手里当儿子女儿好好培养呢 所以他怎么会轻易放新白联合逃走啊 今年真是找到了完美的人才宝库呀 福特纳先生居高临下地看着眼前的新白联合 这种感觉让感觉相当敏锐的心道十分不安 可现在没有时间再细追究这种不安的来源在何处了 毕竟到处都在打仗 感觉到不安也是很正常的 新白联合的人有点焦虑 就算他们能跑到港口也没船坐呀 毕竟他们搭乘的古本下的豪华游艇已经被击沉了 施宇表示 梁山坡还有赤兔马二号停在码头上 可以把大家送回去 施宇话音未落突然停了下来 他抬头向上看 总有一种被人窥探的感觉 福特纳就在施宇的正上方 虽然他想抓住新白联合的孩子们当养子 但施宇确实是一个十分碍眼的家伙 他决定开始正式作战 作战代号show time 让这些入侵者看看死斗岛的真正实力吧 下一秒 施宇突然大叫一声 让所有人都停止前进 他话音未落 一辆坦克车突然从他们面前的墙中冲了出来 那巨大的钢铁身躯好像地狱来的使者 只要轻轻一挥 钢铁炮筒就能将所有人送下地狱 与此同时 很多坦克突然出现在了死斗岛的战场上 珍妮佛带领的联合国军虽然勇猛 但毕竟都是血肉之躯 见到这种钢铁大块头也不得不向后撤退 为什么没发现他们还藏着这么个大家伙呢 难道他的身份早就被死斗岛的人发现了吗 现在没时间细究这些了 因为死斗岛又派出了一群全副武装 拿着新型武器的士兵 他们全身都被防弹仪包裹 手里的机枪更是最新款的突击步枪 有了他们的加入 死斗岛的战斗形势瞬间逆转 联合国军队从鸭岛县的胜利 一下子变成了落荒而逃 弗特纳先生神清气爽地坐在屋顶上欣赏着这场表演 要知道 他这个死斗岛可是汇聚了世界各地的黑帮老大军火商 所以这里的高级装备自然数不胜数 联合国军队显然是太小瞧死斗岛了 看到战车以后 新白联合的成员都本能地后退 可石宇却站在原地纹丝不动 坦克里的卫兵大喊着脚强不杀 那一刻新白联合的人们仿佛看到了死去的太奶奶在冲他们招手 石宇不慌不忙地跃上坦克 单手堵住了坦克的炮筒 这女人是疯了吗 以为血肉之躯能挡得住这钢铁堡垒 石宇吩咐新岛带领着其他人往码头撤离 这个坦克就交给他处理了 新岛二话不说 带着人扭头就跑 坦克里的卫兵也看傻眼了 眼看新白联合的人都跑回来才反应过来 还发什么呆呀 赶紧开炮呀 快杀了这个自大的女人 然后抓住那些逃走的人 但新白联合的人已经用闪现的速度撤离了 要知道 新岛逃跑的功力 还得到过梁山坡师父们的认证 这时候逃跑的不光是新岛 联合国的军队也正组织撤退 敌方的火力太猛烈 他们的轻型武器根本无法抵挡 只能先撤到码头再从长计议 好的 这时候梁山坡的师父们终于赶到了 风铃寺长老站在众人面前 给了大家一种强烈的安全感 他安抚慌乱逃跑的士兵们不要怕 这点小意外 他带着人去前面分分钟就能解决掉 死豆岛上一座不起眼的破旧堡垒 此时正是死豆岛真正的战斗指挥部 搬到了旧堡垒当中 指挥官正志得意满地对着监视平大放厥词 他们拥有这么多先机武器 联合国军队一定很快就要溃不成军了 一切都在福特纳大人的算计当中 只要能击退联合国军队 那他们死豆岛的名声 就在国际军火商中间打响了 指挥官正在洋洋得意 突然有下属来报说 部分战线居然受到反制了 指挥官大怒 赶紧让人调派战车和直升机过去 可眼看着还是无法阻止对方的进攻 敌方到底使用了什么武器这么厉害 手下看着监视机屏幕有点不敢置信 他们使用的武器是人肉手里剑 那些充当手里剑的人肉 居然就是死豆岛的卫兵们 风铃寺长老目露凶光地与眼前的士兵们交手 士兵的武器根本打不到他 而他只要一挥手就能抓住一个士兵 随后用力一投 那些士兵就如同暗器一般 砸响了自己的战友 梁山坡的师父们越打越兴奋 越打越开心 尤其是阿帕萨简直憋坏了 终于可以痛痛快快地揍人了 邱宇不由地跟在阿帕萨后面提醒他 别得意忘形不小心打死人哪 而另一边 联合国军队在死豆岛卫兵的攻击下 十分凄惨了 他们死的死伤的伤 两名伤员正互相搀扶着 跌跌撞撞走在小路上 伤中的一个让伤亲的战友 赶紧离开他自己逃命 可伤亲的人却不肯放弃任何一名战友 这时候 两个全副武装的死豆岛士兵再次出现 他们端着枪对准了两个伤兵 就是一通扫射 伤兵们眼看就躲不过去了 但就在这时 两个士兵的枪械突然卡壳了 他们扣不动扳机 很快他们发现不是枪支卡壳了 而是他们的手指不知怎么的突然折断了 两个卫兵甚至还没来得及感到疼 一个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他指责卫兵们一大把年纪了 却把时间浪费在这毫无意义的战斗中 难道不应该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吗 话音未落 这人就将两个卫兵一手一个拎了起来 他双臂用力 将两个卫兵如同丢垃圾一样丢了出去 这个猛人自然就是秋雨了 在他身后 被撂倒的卫兵已经堆成了小山 秋雨建议他们有时间就在那边 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失败的一生 横竖秋雨是一个哲学武术家 是不会对卫兵们施以暴力手段的 不过秋雨可不保证 自己的同僚们也不使用暴力啊 此时阿帕查正打得满眼放光 这种感觉真是太爽了 他居然可以肆无忌惮地疯狂揍人 还不用承担责任 这么好的机会 他才不会错过呢 逆鬼打架一百段的称号 也不是随意说说的 他打架的手段可谓让人叹为观止 而如今的逆鬼又多了一个习惯 那就是一边打架 一边为坚一讲解招式撬门 可讲着讲着他才意识到 坚一根本没在身边 自己真是当老师当出职业病了 马建兴在旁边言语逆鬼 你不是说这辈子都不会收徒弟吗 怎么还能活脱脱多出一个老师的职业病呢 马建兴一边跟逆鬼聊天 一边攻击敌人 他使出一招真旋风残云灯角 将面前的一众敌人打飞 阿帕查更是挥手如机关枪子弹一般蓄蒙 在一旁的联合国伤兵看得目瞪口呆 要知道 死豆岛上士兵穿的盔甲都是防弹的 没想到却被赤手空拳的阿帕查给打碎了 邱宇剑刺再次提醒大家 下次记得留点分寸 千万别不小心将人打死了 死豆岛的坦克车战力惊人 在他的野蛮冲击下 无数联合国军队完全伸不出手 也迈不开腿 这时候就显出了风铃寺长老的厉害之处 眼看着坦克开了过来 长老毫无畏惧地迎着坦克走了过去 坦克车自然不会手下留情 他们的炮筒转向风铃寺长老开火 就在坦克即将开火的一瞬间 风铃寺长老竟然抬起脚 狠狠踢在坦克身上 竟一脚将坦克踹得屡带离地 整个坦克侧着立在了地上 坦克里的卫兵一脸懵逼地 看着逐渐歪歪的车身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后风铃寺长老一用力 居然将整个坦克都掀了起来 长老大喊一声 给我翻过去吧 这便是风铃寺战车大翻转 坦克竟然真的被长老彻底掀翻了 上面武装直升机驾驶员 看到了战力爆表的长老 赶紧向长老所在的位置开炮 长老果断使出了风铃寺困境突围术 用最快的速度逃开了 不过可怜的坦克便遭了殃 被飞机的炮火直接炸碎 飞机驾驶员一点也不心疼坦克 他觉得风铃寺长老的移动速度太快 飞机应该降一点高度 才能更好地瞄准 但飞机刚刚降低飞行高度 就感觉机身一沉 原来是阿帕查趁机跳起来抓住飞机 阿帕查狠狠以用力 竟然将飞机的铁皮撕开了一个窝口 然后赶紧纵身一跃 快速逃离 飞机冒着烟失去控制 直接坠落了 另一边 石鱼也没闲着 他手起刀落 将坦克车的炮筒砍断 坦克驾驶员大惊失色 没有炮筒的坦克还能攻击吧 另一个人安抚他说 没关系的 顶多命中率变差罢了 可石鱼此时已经跳了下去 他站在坦克下方 卡住了坦克的履带 坦克驾驶员还没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石鱼再次跃上了坦克炮塔 一刀将其砍开了一个大口子 面对着冰冷的刀子架在脖子上 坦克驾驶员立刻投降 珍妮佛一边指挥作战 一边听着手下传来的各种战报 虽然死都倒派出了坦克和武装直升机 但已经快被梁山坡摆平了 珍妮佛倍感欣慰 可这时候他突然想到 福特纳本尊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岛上打得如此热闹 他却到现在还不出现 难不成有什么阴谋吗 他是珍妮佛的杀父仇人 珍妮佛一定要将他亲手了断的 新白联合众人终于跑到了港口的大门前 眼看胜利在望 大家现在毕竟还没乘船离开死豆岛呢 而就在这时 福特纳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 他斜笑着说 大家一定要搭上船离开没错 只不过你们要搭乘的 并不是停靠在港口的那艘 而是我的专用船 然后你们都要变成我福特纳大爷的儿女 只能说 这个老变态是当人爹有眼的呀 我是黑白 下期见